三年前还在脸书上开直播唱歌 资深艺人脱陷在9号晚上离开人世 想欺受90岁 他儿子在脸书上代付发文 写到人生舞台我先谢幕 下台一举功跟所有粉丝道别 当时直播之间他和儿子一起开心献唱 但好像还没开嗓声音没有完全出来 喉咙似乎有点不太舒服 其实脱陷近几年因为肺部感染 肺积水等问题多次进出医院治疗 四年前疑似因为中药饮用过量 造成肾衰竭 导致他需要长期洗肾 今年四月初又因为肺部感染 住院七天后好不容易康复 9号晚上在台东家中吃完晚餐后 突然失去意识 下方队人获报后到场急救 但家属最后决定放弃抢救 他躺在床上他说他有点累 他说好那你先休息一下 晚上我来陪你睡觉 那他说好我就上去准备要换洗 妈妈就赶快大声说他走了 赶快下来赶快给他急救 急救救 就打19 19来其实已经就走掉了 躺在床上走得很安详 27年前拖线来到台东作秀 爱上这里的好山好水 在陆野买下一甲地60万的土地 一度省小钱花大钱 费了不少心力经营牧场 才成为养鸡大亨 除了带动地方发展 也吸引不少游客 他是第一个从台北 从这个那么有名的人 来到台东 在台东的地方 真的 真的这个影响很大 对于拖线的离开不止粉丝 左邻右舍也相当不舍 只是他高龄90岁 长期洗肾又饱受病痛折磨 如今家人选择放手 只希望他能一路好走 TVBS新闻刘警员 黄敬芬台东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